1980年 此时的中日两国间的关系 虽然没有抗战刚结束时那样剑拔弩张 但仍旧较为紧绷 这不仅仅是中国人民一直仇视日本方面的关系 更重要的就是 日本当局从战后就一直回避自己曾在中国犯下战争罪行的事实 因此 两国的外交关系一直较为僵硬 1960年 日本开始出现呼吁缓和中日关系的声音 不少日本的民间团体也开始发声 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 虽然说时至今日 日本还是这一套 但在当时的背景和环境下 还是给了中日双方很大的沟通空间和机会创造的 为此 1980年前后 日本首相访问了中国 为了表示诚意 当时华国锋同志 也展开了一次对日本的访问 访问期间的一切行程都较为顺利 到了晚间休息时 华国锋便想要主动出去走走 不曾想 他的这个想法却被秘书拦了下来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有勇有谋的华主席 其实想要弄清为什么 就需要从华国锋的生平开始说起了 2021年的2月20日 是华国锋同志诞辰100周年 这一天 人民大会堂里举办了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的座谈会 华国锋的一生 为党的建设和人民事业贡献了所有 是战斗的一生 是革命的一生 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1921年 一个男孩在山西郊城的异护制格工人家诞生了 他被取名为苏助 同时还被文化程度不错的父亲取了个字 成久 这便是后来的华国锋 华国锋自有家境窘迫和传统的农民家庭一样 所有的重担都由他的父亲承担 为了养育他和他的哥哥 他的父亲在他六岁时便因操劳过度离开了他们 在现实的残酷逼迫下 他的哥哥也早早辍学继承副业 而他由于学业突出便在一家人的扶持下 一直在求学路上走了下去 1936年日寇策动德王独立 目的是为了侵占中国北方 这激起了乌兰夫的民族大义 在他的领导下 武装起义发起了 但由于国民党的主动围剿和压迫 起义军的声势并不大 因为此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 还在以攘外必先安慰的说辞 不断地攻击着我党的队伍 好在 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 这支队伍被收纳入边 这个消息也很快传入了年仅十几岁的华国风耳中 这不但激起了他的满腔报国心愿 更是让他意识到 只有像乌兰夫同志那样的共产党领导人 才是全民抗日的中坚力量 此时的他虽然尚在学校学习 但已经在名义上投入了抗日的浪潮中 本部怎么会表演的他 主动请应出演抗日话剧 他不但每次都扮演那些抗日勇士 更是把得到的报酬悉数充功 捐献给抗战前线的人民战士 同时还上街游行 进行抗日的宣传 1937年11月 太原被日口侵占 华国风和几位同学提议不能坐以待毙 于是他瞒着母亲跟同学星夜徒刑八十里 如愿加入了西蒙会抗日游击队 期间由于他有着丰富的知识 加上他为人踏实 作战有勇有谋 不日便成为这支队伍的中流砥柱 而在长期的斗争中 党组织也在慢慢考验着这个年轻的小伙子 随后更是将他派往中西川的惠利村进行青年干部培养 为了不牵连家人 更是为了方便开展革命工作 所有人都得改名换姓 华国风便是在此时改掉了自己的原名苏著 给自己取的名字 以为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 他当时的决心和志向可见一斑 在第二年的秋天 党组织对他的审查已经完毕 在他不断的入党申请下 也终于如愿成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的华国风仅17岁 由于抗日形势非常严峻 给予华国风两个月的培训已是极限 虽然时间不长 但这是华国风打下坚实基础的重要阶段 他学到了游击的作战知识 也同时抓住了 如何扎实群众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 像如何动员青壮年加入抗战 为前线谋求物资是华国风组织抗日的重要内容 都是他在此时的学习成果 而他在以共产党地方领导人的身份独立组织抗日活动后 便有需进行了四大动员 扩兵 做军协 捐金 捐粮 其效果也十分显著 他组织起来的革命队伍 光是青壮年就有近千人 因此 他的动员不仅解决了部分财政困难 又补充了军队兵力 更培养了数位民族英雄 吕良英雄传里便记载着交称民兵英雄的事迹 流传至今 但华国风对自己的政绩丝毫不看重 一心勿实 不让组织做任何自己的宣传 他也被进一步委以重任 1939年 华国风当时正在敖坡村进行抗日活动 日军由于刚刚击退国民党抗日部队 傲慢情绪与日俱增 为此 他果断集结队伍 在摸清楚日军日常行军路线后 采取地雷战的策略 在武装和人数均不成正比的艰难环境下 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在草装头一战中 华国风更是体现了他的挚勇 他先是策反了日军的火夫 并把计划向他合盘拖出 事实证明他没看走眼 火夫按照既定计划打开据点大门 华国风部队摸入日方据点展开齐席 将日寇瞬间拿下 缴获了丰厚物资 最重要的是 我方无一人伤亡 这一据点的占领 更是解决了日伪军对我军根据地的威胁 以身作则深入一线 如果说华国风的军事能力水平一流的话 那他的政务能力更是不差分毫 新中国成立以后 华国风就曾担任毛主席家乡湖南湘潭县的县委书记 由于毛主席的家乡韶山就曾隶属湘潭 后来在主席见到华国风时 还曾笑着对他说道 论起来 你可是我的父母观忧 由于华国风的出众的执政能力 他担任的工作越来越重要 但职位的高低丝毫没有对他关心民众 一视同仁的秉性产生影响 在华国风的观念里 工人天天在井下做事 当领导的为什么不能深入一线 这也是华国风发自肺腑的言论 当时他正在岳阳进行检查工作 陶林千心矿突然出现问题 他便匆忙赶到 当地领导百般劝阻 但他还是毅然下井勘察 以身作则 顺利解决了问题 上来后便气愤地发出了如上质问 他提倡与群众 无言同淡 有言同闲 不搞领导架子 不搞特殊 要多帮群众做事 不乱动群众的东西 后来更是被提炼成三条铁则 一是到群众家里坐凳子不吹灰 二是帮助群众做饭烧火 三是要和群众闲聊 不能闷头吃饭 这都拉近了干部与群众的距离 以便于更好的开展工作 而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 就与华国风曾有过的亲身经历有关 当时 由于天际原因 湖南境内的大雨致使河水倒灌 许多百姓的庄田都遭了水灾 得知灾情赶赴上任的华国风 由于心系群众 所以并没有第一时间赶往上任 然后让司机开车前往了最近的灾区查看情况 当晚 华国风驱车来到了一处村庄附近 为了避免自己的身份暴露 他便和警卫员穿着便装徒步走进了田里 看着眼前被倒灌的庄稼 华国风的心里难过不已 为了更好的了解情况 他便带着警卫员继续向前 直到在田笼边上看到了一处农户临时搭起的住所 说是住所 不过就是破木头搭起来的大棚 堪堪避雨而已 然而华国风并没认为有什么不好 反而提前叮嘱警卫员 进去以后就以兄弟相称 不许在群众面前抖露身份 而后 两人就进入了大棚 当时正好有一个汉子在烧火 见着突如其来的两个人 他也没有过于紧张 只当他们是路过之人 进来避雨罢了 随后 华国风便和男人开始了交流 劳家长 谈收成 聊天灾和男人一同蹲在地上的华国风 此时没有任何干部的架子 反而递道的像个农户 后来 约摸是蹲得累了 男人就自己直接坐在了地上 把家里唯一把凳子递给了眼前这个穿着斯文 但是举止像个庄稼汉子的老哥 结果还没等华国风接过手 警卫员演急手快 第一时间抢过凳子 把上面黑悠悠的灰吹了又吹 还拿袖子擦了擦 然而华国风却没有坐那把椅子 反而是和农户一样坐在了地上 又聊了一段时间后 到了饭点 男人便邀请华国风二人留下来吃饭 华国风没有拒绝 还顺便帮农户升起了火 两个人一个切菜 一个生活 又交谈了很多内容 等到华国风和警卫员从农户家出来 天色已经比较晚了 就在警卫员准备提议尽快赶回去的时候 华国风便对他严厉地说道 以后再下基层 不许再搞这些动作 那个板凳 你吹他做什么 你一吹 把我们和人民之间的情意全都吹散了 从这件事其实就不难看出 人民在华国风心里是十分重要的 1965年秋天的一天 时任湖南省委处书记的华国风 着手韶山贯区的修建事宜 正在建设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时 有口血井突然大面积塌方 有技术员当即建议改道 保证安全 但华国风深知 此处正是整个工程的咽喉处 不能轻易改变计划 第二天一早 他便独自驱车深入他方现场 与工人深入交流 他与工人直接商量 打通了信息之间有效传递的隔阂 听取到了现场有经验的人员的宝规意见 以他职位的便利果断决定 保证了安全的同时 也保住了工期 这份困难的克服 最大的功劳 当属他的亲民举动了 他始终以民众为出发点 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 更是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访日意识 抗战胜利后的上世纪五十年代 许多日本右翼势力活动频繁 日本的反华言论一度甚嚣沉上 加上美国在背后推波助澜 中日关系再度成为焦点 1960年 一位日本人士正在本土进行呼吁演讲 旨在恢复日本与邻国 尤其是中国的关系 结果被台下的右翼分子一刀了结 此事更是让那些 有意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家不敢发声 但日本当时的首相很清楚地认识到国际形势 思前想后最终决定来华访问 这趟出行也是有惊无险 最终双方在1972年 签订了中日友好协议实行建交 在建交的八年后 也就是1980年 华国锋决定对日本进行一次友好的访问 虽然此行有着许多意义 但在前一年日本首相刚刚来过中国 他答应日本的邀请也于情于理说得过去 然而由于日军侵华战争的种种恶行 我国许多人时至今日 依旧会对日本有不愉快的印象与态度 再加上日本政府 从来没有对侵华战争犯下的罪行道歉 所以国内也有些质疑的声音 但就在大家各执一词之时 华国锋还是表示有必要去一趟日本 随后华国锋便正式出访日本 开始了对日本的正式访问 他到达后 只字不提战争 并且对日本政府的热情款待表示感谢 对两国的和平友谊长存的愿景 发表了感想 一举一动 不失为一个大国领袖的风范 不仅折服了现场记者 更是在新闻发出后 被部分日本人追捧 而在华国锋确定要去参观川崎公司当晚 沐浴过后 他准备规划明天的事宜 呼绝浩月当空 月色绝美 便决定出去晒晒月亮 但身旁的秘书周斌见此情景 便立刻上前阻拦 这一举动让华主席有些摸不着头脑 意识到自己问题的秘书周斌连忙解释道 如果华主席想要出门散步 那务必要把身上的玉袍换掉 若是被不良媒体借题发挥 不知道会引发什么波动 华国锋这才意识到 自己的这个行为确实欠缺考虑 但其实在国内华国锋就是这样 这也是他生活中没什么讲究 没什么架子的体现 平时在与同志们共事时 他也总是会解开扣子 不拘小节 但这是在国外 秘书周斌有一次是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 才在一次华国锋与日本首相接触后提醒主席 问他要不要换一件薄衣服 是不是太热了而解开扣子 而华主席也明白周斌的意思 让他但说无妨 他之所以这样只是为了透风 习惯了而已 他能和身边人很随意地说出这种玩笑话 也可见华主席本身工作时也多是平易近人的状态 这也正是许多见过华主席的人对他最多的评价 粉碎四人帮 在毛主席及其他几位革命领导人先后逝世后 全国上下都是在一片悲痛之中 华国锋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斗争 在得到几位老首长们的支持后 果断采取措施抓捕了四人帮 挽救了党和国家 他在这次事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也是他为党做出了又一巨大贡献 在粉碎四人帮后 他先后又担任了中共中央主席等职位 先后主持了大大小小各种会议 为恢复党和国家政治费心费力 因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 华国锋为含冤的革命人士平反 并大力发展停滞不前的国家经济 使得全国秩序有序恢复 在1981年 华国锋主动辞去主席职务 但他仍心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尽自己所能为党和人民继续贡献自己的中坚力量 结语 华国锋的一生可谓全部献给了党和人民 不仅带领党走向正确的道路 把幸福带给所有国民 并且平易近人 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 在不少人和他一同共事的同志评价中 形容他最多的词语就是平易近人 没有架子 这些评价在华国锋晚年也曾被体现 在他晚年的生活中 无论是出门买菜 还是出门逛街 他都会主动给自己进行伪装 就是为了避免自己的出行 给人民群众造成太多的困扰 当时因为出行还闹出了不少趣事 一次是华国锋陪自己的孙女去北海公园玩耍 期间被认出后人民群众拉着他拍照 造成了人员行进拥堵 不仅华国锋自己感到十分愧疚 他的小孙女也因为没能和他好好玩耍生了气 还有一次是在庙会上 被认出的华主席没有回应群众的询问 只是轻声说道 早点回家 明天还要上班呢 也许在他心里 人民群众的利益至始至终 都是要高于一切的 也正如他的一生 是革命 是服务的一生 遗憾的是 他并没有亲眼看到 北京奥运会闭幕的那天 就离我们远去 但他的精神 他的事迹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